1. 桃子发了一条朋友圈看你遛狗的方式觉得你很没教养 一问才知道桃子在散步的时候和一个遛狗的中年大叔起了口角 大叔遛的是一只大个头的哈士奇却没有牵着任由他在草地上来挥跑 桃子经过的时候哈士奇突然冲向了桃子 向来怕狗的桃子被吓得尖叫起来一个亮枪摔倒在路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可那位大叔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他对桃子喊道没事的我家狗不要人 桃子强忍着恐惧回答道这不是怕万一吗 而且这里是公共场所有很多小孩和老人 大叔没等桃子抱怨完就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车祸你怕不怕这妖怕万一那岂不是不出门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桃子依然很生气 他说要不是看到大叔是个一米九几的大块头 我真想回他一句 我安慰他说你没有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就对了 他反问那我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说当然不是你应该以不生气为前提 然后发出正确的声音用自己的教养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进去没关系保全自己最要紧 我要强调的是当你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请先选择远离那些坏人 因为你会受到他那些扯漏行为的威胁 会被对方激怒带偏 所以不要争论 不要动气 不要试图教育他们 因为你一旦和他们一般见识了 就马上拉低了自己的涵养 这种情形下保全自己与维护正义一样重要 遇见没教养的人 很多人会觉得以暴制暴才够解气 甚至觉得对于这些丑陋的灵魂 就得为其奉上灿烂的烂话或者更暴力的报复 可然后呢 你对自己失控了 这才是最严重的后果 你内心喜事 既然他那腰混蛋 那我只好跟着混蛋了 然后你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内心的恶激发出来了 你像个被洗脑了战士 如果仅仅是站在对错的角度 你确实是在讨伐恶 但是如果是站在你自身的角度来说 你还是输了 请你注意看一下被激怒的那个自己 网上有个笨字写得特别好 有人尖刻地嘲讽你 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 有人毫无理由地参不起你 你马上勤力地鄙视他 有人在里面 前大四炫耀 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 有人对你冷漠 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 看你讨厌的那些人 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 这才是 生而为人 有四条建议 一是别和猪打架 二是别跑到猪设定的擂台上 争吟都狠 三是别想着如何用猪的方式去打败猪 四是和真正的人类做朋友 二 教养是食妖 好姑娘是用一件就是来回答我的 有一次好姑娘被临时通知出差 她情感们赶到车站了 却发现发车时间快到了 她就想插队去买票 于是她在队伍靠前的位置找到了一位男生 向起说明了情况 希望可以站在男生的前面插队 男生爽快地答应了 可之后 男生做了一件让好姑娘终生难忘的事情 她从队伍里出来 站在了队伍的最后面重新排队 买到票的好姑娘跑过去问男生 你为食妖妖重新排 男生说我不能给其他排队的人添麻烦 好姑娘总结道 这是我见过最有教养的行为 当然也凸显了我的没教养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曾在微博上看过的一个视频短片 短片是在日本的一家超市里录制的 字幕给出的介绍是 这是当地最大的24小时营业超市 白天的人流量很大 时间到了凌晨三点多 一个坐轮椅的老爷子出现在画面里 他要买农药给自己家的菜园子杀重用的 有人问他为食妖妖凌晨三点多来买药 老爷子的回答让人感动不已 他说白天来会打搅到别的客人 你倾听一个腿脚不变白发苍苍的老人 因为担心打搅别人而选择在凌晨三点多 独自一人慢慢摇着轮椅到超市里来购物 有一种教养叫不给别人添麻烦 你从上铺下床的时候能爬梯子就别冬的一声跳下来 洗漱或者整理物品的时候能够亲手亲脚的 就不要弄得像是在工程队里开铲车 深更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就别后之后觉得去洗 头发吹头发了非要吹就去外面 而不是假装善良的提醒一句 大家都睡啦我就吹一下下 手头缺食妖东西 如果是真的需要就要向人提出请求 未经允许不用别人的东西是常事 教养跟美丑 贫富学历和阶层无关 就像是飞往巴黎的头等舱上 也有言语轻浮的大老粗 乡间地头的田梗上 也有人懂得仁义和凉耻 再来看看我们周围 穿得时尚大方的美女们随处可见 但出口成脏的也不在少数 谁要是不小心碰了她自己甩起来的长发 她都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和视别人是耍流氓 就在高楼大厦里的精英们天天强调修身养性 但平日里待人接物却是随意爆粗 如果哪个快递员没有按钮准时到达 她肯定会赏人几句脏话 在风景区里游玩的人必肩接踵 但丝毫不影响有人随手乱扔 如果赶上了谁心里美的时候 她还会在墙壁上聊着到此一游 坐在电影院里的男男女女门满世界 去彰显个性 聊起天来也是庞若无人 如果谁要是指责她几句 她定会回你 关你是妖士 他们生来用不着动脑筋 他们生来用不着为名誉担心 他们在糊里糊涂的一生中被人无数次拉黑 被人肆语白眼却浑然不知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旁人的三观 而且还摆出一副我毫不知情的样子来 真正的有教养是无论面前的人的身份 地位都保持着起码的礼仪和尊重 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会谦非诚恳地表达请求 打扰到别人的地方会主动表示歉意 诚如木星在《急性判断》里写道 有教养的人对车夫 遇事是应声 任何传递物品的人 从来不会敷衍堂塞 所以我的建议是 见到别人本尊的时候 发现对方和朋友圈里晒的照片差别很大 千万不要表现出见到卫君子或者对方就是个骗子的表情来 更不能傻呼呼地问 你是不是整容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 看到别人的外套破了个洞 又或者看出了他跨着敌包包式 哎呦 能闭嘴的时候 就别显摆你的那双小火眼晶晶了 这不是虚伪 而是教养 三 有很多人火得就像一颗咄咄逼人的子弹 你要是有点而阴而肥 他三天两头就在众人面前喊 你粉腰胖得跟头猪一样 你要是说某某家的披萨特别好吃 他就会给你一句 那是你没吃过好的 你三四年才见他一回 他脱口而出 长得比我高了 是不是店内增高 你将新生儿子的照片晒在朋友圈里 他大笔一挥 没想到你这腰丑身着小孩这腰好看 你如果画个精致的妆容 他必定会嘲讽一番 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 诸如此类将刻薄当玩笑 将口无遮拦当作是自己坦率 全然不知这些是极美教养的行为 对付这些经常口无遮拦的家伙 不如一脸天真的回击他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了十腰 我的耳朵得了一种先天性的怪病 叫 需要强调的是 有教养还包括另一层含义 在不给人添堵的同时也要努力让自己舒服并且体面 你只需相信那些真正过得好心灵美的人都在忙着热爱生命 只有那些过得不好人格扭曲的人才喜欢用自己的无聊 拥死无减薄去打扰别人的幸福 你只需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和聊得来的人聊天 享受摆在眼前的事对自己当下的言情负责 切记别人的嘴欠和刻薄最多只是无毒又无力的剑罢了 你不理他他奈何不了你 怕就怕你自己把已经掉到地上的剑又捡起来往自己心口插 然后说 哎呦喂 这件有毒 这件有毒